老公有了其他宝贝,大姨力挺,我离婚。 这种男人不能要,听大姨的,离婚,跟她闹。 表姐身怀六甲,也来规劝,对,千万不能轻信男人的鬼话。 但当我提出让老公净身出户时,大姨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她说,这是为我好,做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表姐也急得跳脚,我笑了,当真以为我不知情吗? 我和老公结婚三年,生活一直很和谐。 逢年过节,生活的仪式感她都记得。 我以为这样美好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 直到某天,我偷听到她躲在阳台跟人打电话。 宝贝,我也想你。 再等等,明天想要什么都买给你。 我心下愕然。 记得她说,明天公司安排了出差, 难不成是和同事间有了暧昧关系。 回想她圈子里的同事, 我很快推翻了内心的想法。 都是些大老爷们儿, 她的取向,我还是能确认的。 难不成是假借出差的名义跟私会。 老公很快挂断电话, 为了不打草惊蛇, 我只能装作无视发生的模样。 谁的电话呀? 公司的。 左向南将手机塞进口袋, 张开手臂把我拥在怀里。 是商量出差的事, 怎么? 担心我跟别的狐狸精跑了? 我父匪, 说的是, 你不正要跟狐狸精共度二人世界吗? 怎么会? 我的老公天下第一好, 肯定不会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 老婆嘴真甜, 亲一个。 我嬉笑着推开她, 暗骂一具狗渣男。 她的行为直接引发我生理不适, 心理上也犯恶心。 前一秒宝贝叫得亲热, 后一秒就能把另一个女人抱在怀里撩拨。 挺会玩啊。 要不是我亲耳听到那些话, 亲妈说她出轨, 我都不信。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重点是尽快找到她的出轨线索, 将她和她的出轨对象 一网打尽。 我推开她凑过来的脸, 娇笑道, 别闹, 我想吃城东那家的慕斯, 你去买好不好。 来回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足够了。 好。 左向南对我表现出一贯的宠意, 立刻驱车前往。 直待她的车消失在视线内, 我谨慎地将房门反锁, 把手伸向她的公文包。 婚后, 我没有翻看她东西的习惯, 这也导致左向南十分不谨慎, 把一些不可描述的东西大喇喇地塞进包里, 拉开拉链便能看见。 一块暗红色的蕾丝布料被我捏在手里。 这个用量真的能遮住点什么吗? 我不禁疑惑。 除了这件颇为客气的装束, 我还翻到一些票据。 有酒店的, 有餐厅的。 我打开地图, 按照上面的名字搜索, 这些地方全部坐落在城东。 看周边, 似乎离我大一家不远。 她也真是贝胆, 一点不避讳撞见熟人, 可见在偷星这方面, 经验相当充足。 我一一拍照取证, 随后又将她的公文包复原。 绝不能捅破她对我的信任, 否则还如何取得更多证据。 在我做出决断前, 姑且在放任她风流几天吧。 我跟左向南说我有点想我妈, 要回娘家住几天。 她表面不舍, 实则嘴角快裂到耳根子后面了。 为了给她创造约会的条件, 我实属用心良苦。 但愿她不会让我失望, 最好是把出轨对象带到家里, 这样我不仅能桌奸在床, 还能把受害者的形象贯彻到底。 男人什么的, 哪有离婚分家产重要? 这个道理, 从我妈被扫地出门那天起, 我就熟记于心。 搭伙过日子可以, 但要绝对忠诚, 否则该滚哪儿滚哪儿。 其实, 按照我本人的医愿, 并没有多想结婚, 但嫁不住我大姨窜夺我妈。 我妈多少有点不长记性, 刚在男人身上吃过亏, 转头就忘。 她向往甜甜的婚姻, 连带一块儿把我推进火坑里, 添我又没办法拒绝。 道德绑架, 我妈明白得很, 水果刀往手腕上头一搁, 大家伙就全向着她。 我是被迫和左向难领证的, 好在她婚后人模人样, 是个不错的摄友。 如果没有出轨, 或许我真的能对婚姻有所改观。 但现在还是有钱比较踏实。 我拖着行李箱回到家, 拉开门, 发现大姨也在。 她正在给我妈安利保健品。 呀, 默默回来了, 正跟你妈聊养生呢。 你看, 这个茶叶, 喝了美容养颜, 滋阴不慎, 听说你收入不低, 快给你妈买两盒表表孝心。 我接过大姨递来的纸袋, 这哪门子的保健品, 莫说批号, 连个正规说明也没有。 里面是黑色的块状物, 附着星星点点的黄斑, 凑近鼻子下面闻, 有股枯树腐败的酸臭味。 我闲恶地丢在茶几上, 再多闻一下, 我怕是要当场表演狂偶。 别了吧大姨, 好意心领了, 这东西天上有人间无的, 我们这等凡人怕是无福消瘦, 表孝心的方式有很多种, 比如给我妈整个大金链子带带。 说完, 我从包里掏出刚买的金项链, 当着大姨的面给我妈戴上, 没别的意思, 就是想弃她而已。 要不是她天天窜多, 我妈给我说亲, 我现在一个人快乐着呢, 想去哪儿去哪儿, 想吃啥吃啥。 大姨白眼一番, 说话酸不溜秋。 哟, 这么粗的金链子, 得花不少钱吧。 小年轻花钱也不算计这点, 亏得外甥女婿是公司高管, 能赚钱, 不然哪儿来你们娘俩的享福日子。 她可真会说, 小嘴巴巴的, 听得我手痒, 什么时候才能毫无顾忌地 撕烂这张嘴呢? 大姨, 话可不是这么说的。 对了, 我表姐准备什么时候结婚? 前几天我在医院碰见她, 都显怀了, 男的事不是不想负责呀。 既然她不会好好聊天, 那我也让她尝尝隔映的滋味。 我妈在旁边猛, 扯我袖子, 让我晋升。 默默这孩子从小就不会说话, 接你别生气。 安慰完大姨, 我妈又称怪我, 都是结过婚的人了, 说话还是没分寸, 你大姨带你多亲, 放着你表姐不管, 把向南这么优秀的孩子介绍给你, 都不知道感恩。 表姐跟我同岁, 身上继承了大姨的所有特质, 势力, 爱占便宜, 爱挤兑人。 尤其一点, 他们都认为别人的才是最好的。 小时候抢我养娃娃, 大一点抢我衣服, 步入社会之后还妄想顶替我的职位。 不把左向南介绍给表姐, 多半因为当时有更好的选择。 哦, 那真是谢谢大姨了我装模作样的道谢, 嘴上的公鸡可是片刻不想停。 女大不中留, 留来留去留成仇, 家里添丁是好事, 干脆趁此机会把亲定下, 总比白给人生孩子的好。 你说是不是呀大姨? 一般情况, 我把话说到这儿, 大姨就该炸毛了。 可今天, 她居然还能沉得住气, 奇怪, 不急。 大姨老神在在, 静静的是不烦你操心, 倒是你, 今天怎么拎着行李回娘家了? 该不是惹外甥女婿不高兴, 被扫地出门了吧? 她是多巴布的我好, 小嘴跟抹了开塞路似的。 我无所谓, 担架不住, 我妈对扫地出门有应激反应, 连忙拉着我问东问西。 早就说, 让你改改这脾气, 千万不能像我那样撒泼, 到最后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就是, 大姨在旁边附和, 顺便火上浇油, 哪个男人不喜欢温柔似水的, 像你这样说话刻薄的, 男人迟早要在外面偷星。 大姨是有点在雷区蹦迪的本事, 我严重怀疑她撞见过什么。 我笑笑, 大姨说得对, 表姐温柔似水, 这不孩子都有了, 所以表姐什么时候结婚呢? 别是被人骗去当三了吧。 我阴阳怪气半天, 大姨才隐约有了怒意。 等着吧, 不改掉这些臭毛病, 有你哭的时候。 我严重怀疑她知道 左向南出轨的内情。 我在娘家才住了一晚, 我妈就有点坐不住, 拉着我好一顿老。 你是不是跟向南吵架了? 夫妻之间过日子, 哪有不拌嘴的, 不管什么原因, 总得有人先低头, 你给她打个电话认个错, 这事也就过去了。 千万别学我, 去跟男人闹堂, 对着干最后吃亏的只有我们。 提及往事, 她不免有些伤怀。 你想多了, 我和左向南真的没有吵架, 我只是想你。 我掰正我妈的脸, 认真替她整理额钱的碎法。 妈, 你不喜欢我陪着你吗? 我想说, 这一切的一切, 从来都不是她的错。 错的是出轨的狗男人, 和之三当三插足别人家庭的第三者。 真不知道是谁给她灌输的狗屁思想, 让她在自责和自我CPU中度过许多年。 傻话, 哪有亲妈不疼闺女的? 可你也该有自己的人生, 不能因为我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就影响到你追求幸福的权利。 母爱很无私, 但也是种质骨, 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值得亲身去体验, 例如婚姻。 哪怕我极力去改变自己, 也无法换取伴侣的忠诚。 没吵架就好, 你给向南打个电话, 叫她来吃晚饭, 我给她做最爱吃的大闸蟹。 拗不过我妈, 我只好给左向南通了电话。 见丈母娘, 她很是上道儿, 拎了不少礼物。 其中更是有条桂牌的断面丝巾, 颜色粉嫩俏丽, 怎么看都不像是给我妈这个年龄段带的。 我妈捧着那条丝巾, 眼里是掩不住的信息。 左向南在旁拍马屁, 这个颜色很难买, 但我觉得很适合妈, 一个月前就订货了, 到时候您搭个连衣裙, 出门那就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我妈被她哄得晕头转向, 吃饭时一个劲儿给她夹菜, 怎么不吃? 我问她, 左向南蝶子堆成小衫, 可她没吃几口便放下筷子, 只顾跟我妈说话。 大闸蟹也直抿了几口蟹黄。 最近闹肠胃, 她凑近我低声交代, 带动的空气中有股清甜的花香, 莫名熟悉。 所以她这是刚和别人私会完。 说不定车里有证据。 我借口给她买味药, 顺利坐进她的车里。 好一通翻找后, 我在副驾座位的缝隙 找到一只耳坠。 熟悉的感觉再次来袭。 这风格, 这款式, 我之前一定在哪儿见过? 我努力搜索记忆, 最终定格在撞见表姐的那刻。 熟悉的香水, 耳坠, 约会地点在大姨家附近 包括送我妈的那条围巾, 全是表姐最爱的风格。 我猛然顿悟, 左向南的出轨对象竟是表姐。 太恶心了, 左向南纯纯死变态。 沈静怎么说, 也算她的疑解, 这不算乱那啥吗? 想到要和她共处一室, 睡在一张床上, 我整个人原地爆炸, 坚决不回去。 我妈看出我的反常, 还以为我在耍性子, 不停地念叨左向南有多好。 妈, 如果左向南她出轨了, 你还会让我跟她回去吗? 实在没忍住, 我向我妈坦白了实情, 但怕她难以接受, 没交代出轨对象是表姐。 她沉默良久, 最终跟我说, 你就当男人是个会犯错的孩子, 只要她能改, 我们做大人的, 可以原谅她。 活了这么大, 第一次感受到世界观被震碎。 而震碎我世界观的这个人, 还是我的亲妈。 她不仅劝我放下怨恨, 好好过日子, 还致电左向南, 让她浪子回头, 是岸。 离婚财产, 喂, 大姨和表姐就像文味着屎的狗, 上赶着来我家凑热闹。 至于她的消息为何如此灵敏, 这可能要归功于表姐。 出轨是大事, 出轨的男人不能要, 赶紧把婚离了吧。 大姨, 替我鸣不平可以, 烦请把您露出来的牙花子收一收, 虚伪到我了。 我妈听得皱眉, 姐, 宁差十座庙, 不破一桩婚, 哪有劝分不劝和的。 妹子, 亲闺女受委屈, 当妈的怎么能坐视不理? 这婚一定要理。 默默, 听大姨的, 跟左向南闹, 最好找人给她揍一顿。 姐, 我记得是你说, 被扫地出门, 全是因为我撒泼闹堂, 怎么到了默默这儿, 你又支持她去闹了? 感情给我妈传书不正确思想的, 是我的大姨, 她的亲姐姐。 林子这么大, 总有一种见不得别人过得好的鸟, 非要把人家生活搅乱她才舒心。 时代不同, 社会也是在变化的吗? 大姨自圆其说, 脸不红心不跳。 女娲在造她的时候, 大概率上完厕所没洗手。 尽管我很厌恶大姨, 但有句话她说得很对, 出轨的男人不能要。 妈,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我长大了, 希望你能给我充足的信任, 这件事我一定会处理好的。 我妈面露担忧, 你打算怎么做? 婚内出轨, 当然是净身出户了。 不行, 大姨猛地嚎叫一声, 给我妈吓得不轻, 险些从餐椅上跌落。 大姨是觉得净身出户还不够, 要把左向南抓进去蹲耗子才行。 早从大姨劝分开始, 我就看穿了她的把戏, 无非是想我早点离婚, 表姐好尽快上位。 我才不会傻到去跟左向南起争执, 她出轨再先, 我是站里的那一方。 假若我真去闹, 指不定会被对方捏住把柄。 最后有理便没理, 岂不是影响我争家产。 到时候, 这些拿不到手的钱, 全都会跑进表姐的腰包。 大姨算盘打得响, 但我可以装聋听不见。 默默, 你可不要冲动, 净身出户, 蹲耗子事儿小, 万一她存了胆心, 找人祸害, 你可怎么办? 大姨也是为你好, 得饶人处且饶人。 她出轨对不住你在先, 咱们把婚离了就成, 钱财是身外之物, 犯不着为了这些把自己置于险地, 妹子你说是不是? 大姨用胳膊肘子拐我妈? 谁知我妈脾气上来了, 现在不太想理她。 姐, 你一会儿一个样, 我闺女要离婚, 你搁我家表演变脸呢。 见大人们闹得不愉快, 表姐忙上前插话打圆场。 小姨, 你误会我妈了, 她说了那么多, 还不是心疼默默以后遭罪? 她的小腹微微隆起, 目测应该有四五个月。 表姐少听点家庭伦理, 对胎教不好。 我朝她笑笑, 伸手想要俯上去, 被她一个彻身躲开了。 大姨也紧张兮兮地把她护在身后, 生怕我吃了她。 恰逢这时左向南到场, 她的目光与表姐有片刻粘连。 她先是向我解释顺路再过女同事, 一切皆是误会, 后又对我表忠心, 把银行卡、车钥匙全部交于我保管。 而我清楚, 这些不过都是缓兵之计。 等求得我原谅, 左向南会以各种各样的借口, 把东西重新收回。 她的一举一动, 表姐看在眼里, 脸拉得老长。 她忍不下那口气, 开始光明正大的搅和进来。 默默, 你真的相信妹夫没有出轨吗? 她问我, 眼神却偏向左向南, 那神情似乎是在威胁。 我明显感受到左向南愣住, 之后极其不自然地抓住我的手。 不去跟表姐有眼神上的交流。 她的手机, 公文包, 你肯定没有翻过, 千万不能轻信男人的鬼话。 表姐的心理素质和左向南比, 差得实在有点远。 好戏刚开场, 一个回合没结束, 她就坐不住了。 大姨站在她身边帮腔, 一直让我去查左向南的私人物品。 不用查, 证据我已经拍下来了。 我亮出手机, 找出那张性感布料的照片, 在左向南面前晃了晃。 这又是你哪个同事不小心落下的呢? 证据在手, 左向南对出轨的事实供认不会, 但他不接受净身出户。 我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你就这么容不下有缺点的我吗? 打住, 犯错的是他。 居然还妄想把问题引导到我身上。 可原谅的叫犯错, 你那个是婚内出轨, 叫犯罪。 在我看来, 你不仅要净身出户, 还必须追回在第三者身上花的钱, 那些全部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左向南没料到我如此决绝, 一时语色。 表姐听到我要追回财产, 急得跳脚, 失口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周默默, 你不能这么做, 这对我和我肚子里的孩子不公平。 哎, 表姐还是年轻了点, 沉不住气。 我妈后知后觉, 终于品出不对劲。 她的食指在大移, 表姐, 左向南三人之间轮转。 你, 你们违背刚常伦理, 简直造孽。 正常人听见这番指责, 一定会修得当场找条缝钻进去。 但大姨不是正常人, 就许周默默过得好, 不许我们静静找个好女婿。 再说了, 向南还是经我介绍取的周默默, 她享了三年福, 现在该轮到静静了。 真是好牛掰的理论。 原来婚姻讲究凶中地级制度, 受教。 受大姨扭曲三观的影响, 沈静也没好到哪儿去。 和妹夫私混在一起, 她丝毫不觉羞愧, 甚至对我大放厥词。 你要是识相, 就赶紧跟向南离婚, 不然只会像你妈一样, 被人扫地出门。 我攥紧双拳, 被沈静的话气得咬住后槽牙。 左向南跟她的破事, 我无所谓, 但接我妈的伤疤, 是不是有点欺负人。 我克制住想揍人的冲动, 她是孕妇, 我怕她讹我。 但这口气憋着不出, 又很不爽。 思虑片刻, 我想到一个绝佳的好主意, 既能多分财产, 也能气到沈静。 运气好点, 说不定能天天欣赏到 狗咬狗的戏码。 按捺住马上浮现在 唇角的笑意, 我望向左向南, 我要跟你单独谈谈。 据我的了解, 左向南所在的公司 对任职的高管 有极为严苛的要求。 其中一项 就是关于家庭稳定和谐的。 这也是她一直待我好, 营造宠妻人设的原因。 马上就要重新 停定管理等级, 这个结果眼上闹离婚, 对左向南十分不利。 更别提出轨, 让第三者怀孕。 爆料出来, 她可能会被公司直接辞退, 可以不离婚。 我先开了口, 但我有条件。 你尽管提, 只要不过分, 我都可以满足。 不离婚等于有望升职, 左向南的激动之情, 溢于言表。 第一, 我看上了一处房子, 需要你付全款, 房本写我自己的名字。 就这些。 我点头, 急什么, 好戏还在后头呢? 我和左向南表面和好如初, 最难受的, 当属大姨和沈静。 我们在寿楼处看房, 沈静身着一件修身连衣裙, 挺着运渡, 气急败坏地上前质问左向南。 为什么把我拉黑了? 沈静掐住左向南的手腕, 令他不能逃脱。 我淡定地向后退步, 生怕一会儿打起来, 血溅身上。 你再胡说八道, 小心我报警。 左向南使劲挣脱, 可女人的手实在钻得太紧, 也不知道她哪里来的力气。 凭什么给周默默买房, 你亲口答应过我, 会对我负责的。 周围的人秀到八卦, 逐渐向我们的位置靠拢, 还对着我们三人指指点点。 我可不想被卷入是非之中, 赶忙开脱自己。 表姐, 我和向南是合法夫妻, 买房子不是很正常吗? 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微妙。 表姐, 合法夫妻, 怀孕负责, 天爷呀, 好大的卦。 沈静脑回路清奇, 还以为是在自己家里, 什么话都敢往外吐。 她指着小妇向我叫嚣, 这里面是向南的孩子, 周默默你的心可真大, 自个儿男人都出轨了, 不离婚, 留着清明节烧纸吗? 外面人多口杂的, 左向南的忍耐几乎冲破峰值。 你够了。 她暴怒, 一拳砸在沙盘上, 沈静被她突如其来的举动, 吓到, 当场愣住。 腕上的束缚感消失, 左向南活动着手腕, 眼神冷如冰刀。 我不过是看在默默的面子上, 顺便照顾你, 至于孩子究竟是谁的, 你敢去做羊水穿刺吗? 不要把我的善心当做道德绑架的筹码。 沈静一整个大震惊, 两人开房约会, 该做的不该做的都做了, 结果狗男人边甩锅, 边给自己立好丈夫人设。 左向南持续输出, 早在三年前, 你嫌弃我只是个公司的小职员, 不肯跟我处, 现在我跟默默婚姻美满, 你又想来插一脚, 我爱的人只有默默, 你死了这条心吧。 沈静简直气得想吐血, 他捂住运渡, 大口喘着粗气, 愣是没找出一句反驳的话, 估计急火上头, 脑瓜子烧坏了。 呀, 怎腰有血? 快, 快送医院! 我眼间, 看到一股暗红色的液体, 浸染到沈静的连衣裙上, 忙不迭把左向南推出去, 招呼他送沈静去医院。 不想落人画饼, 扣上气道孕妇流产的帽子, 左向南只好硬着头皮照做。 房子没买成, 还被迫欣赏一出闹剧。 我的脸上写满了不开心, 答应我的事没做到, 我们还是离婚吧。 我使劲掐大腿, 让声音听起来击处哀怨, 活像身攻守寡的可怜妃嫔。 不行, 左向南抓住我的手, 神情地放在她的心口。 默默, 我无法承受你离开后的日子, 不要跟我离婚好不好。 真的是最后一次了, 我发誓, 我会想尽办法弥补的, 只要你不跟我离婚。 我将感动写在脸上, 娇羞又无奈地钻进她的怀里。 内心真实活动, 放你娘的屁, 说什么爱我, 离不开我, 全是屁话, 你只是担心职业生涯遭到影响。 那你准备怎么补偿我? 左向南宠溺地帮我整理头发, 实则后草芽险些咬碎, 我给你买大别墅。 我看着面前简约派的小毒洞, 心里乐开花。 左向南这孙子, 为了稳住我, 还挺舍得花钱的。 老婆满意吗? 她跟在我身后拎包, 时刻关注着我的情绪变化。 不错, 我由衷赞叹。 那你手机里那些照片, 是不是我懂她的意思, 不就是删掉关于她出轨的证据吗? 小意思。 看好了。 我打开相册, 逐一点击删除, 能感觉到旁边的男人明显松了口气。 老婆最好了, 爱你。 她抱住我, 嘴使劲朝我脸颊上蹭, 幸好我手劲大, 一把将她推开。 既然我让你开心了, 那装修的钱包在我身上。 真好, 又从左向南身上抠到一笔钱。 时间过得很快, 一晃半个月没了, 我估算着, 沈静应该出院了吧。 和设计师敲定图纸当天, 沈静果然出现在我的心房门口。 她戴着墨镜, 厚厚一层粉, 也难以掩盖脸上的病态。 几日不见, 怪想她的。 早就盼着她来闹一闹了, 跟左向南在一起怪恶心的。 孩子保住了, 你很失望吧? 沈静露出嘲弄的笑, 眼睛在房间里四处打亮。 难怪你选择原谅, 合着是想通过这种方式, 把财产变成自己的。 要是我把你的计划告诉左向南, 你猜她会怎么对你? 我无所谓的耸奸, 你就是把天说破, 她也不会走离婚这条路的。 听见没, 赶紧去找左向南虎脚蛮缠, 最好能说动她跟我离婚。 妹的幸福生活全在你努不努力。 哼, 她奚落我, 男人的话不要太当真, 她今天可以哄你, 明天也能哄别人。 这说的不就是表姐吗? 沈静被掖住, 良久, 她讥笑道, 走着乔爸周末末, 左向南已经被我拿捏了, 至于你, 没了那些证据, 有什么好忌惮的? 我冲她竖起大拇指, 您行, 您尽管上。 下班回到家, 左向南的脸色灰如僵尸, 眼神要吃人一样。 看来沈静去找她了, 还说了些不太中听的话, 是你把照片发给沈静的? 左向南气不顺, 看谁都想咬两口。 我若无其事地摇摇头, 手里的潇潇乐没有停下。 那些照片, 我是当着你的面删掉的, 千万别冤枉我。 那沈静手里的照片, 是怎么回事? 不清楚, 不过她今天的确找过我, 还说什么, 你已经被她拿捏了。 我当时, 以为她有把握, 再次勾打左向南, 没想到, 是这个拿捏。 都怪你, 如果不是你, 让我追回那笔花销, 说不定她不会以此来威胁我。 Excuse? 麻烦搞搞清楚, 是她出轨, 在先招惹的沈静, 现在居然能把锅甩到我这个受害者头上。 离了个大谱, 既然问题出在你身上, 我提议, 你退一步海阔天空。 不要提议, 有话快放。 她毕竟怀着我的孩子, 没有名分, 给点经济和精神上的支援, 总不过分吧。 她的话在尽到我耳朵的瞬间, 全部变成碧音, 玩还是她会玩。 先稳住我, 再稳住沈静, 最后两个女人为她痴狂, 危机解除事业平坦, 每人在怀左拥右抱。 怕不是祖上传下的恼人儿, 三妻四妾给她没死了。 我当即冷下脸, 你是想离婚吗? 频频听到离婚, 左向南表现出不耐烦。 她翘着二郎腿仰靠在沙发上, 粗鲁地扯松领带。 你手里已经没有证据了, 就算离婚, 我也可以把原因归结在你身上。 左向南没有给我反击的机会, 先一步摔门出去。 在她离开后, 我反复欣赏高清摄像头拍下的4K画面, 嘴角的弧度一直保持上扬。 真心是相互的, 同样, 算计也是。 我拨通律师的电话, 把手上这段视频连同备份下来的照片一并传给她。 傅言, 等我消息。 有沈静的威逼利诱和大姨的出谋划策, 没过多久, 左向南主动联系上我, 带着她你好的离婚合同和我会面。 不是要离婚吗? 我成全你。 文件家重重落在我面前, 激起鲜少细小的灰尘。 我不慌不忙, 将各项条款逐字斟酌, 尤其在财产分割板块停留时间最长。 五五均分, 癞蛤蟆吃天鹅肉, 长得丑响得美。 我只接受静身出户。 沈静极了, 你不要欺人太甚。 我邪你一眼她的肚子, 淡然地说, 财产纠纷不清, 我可以借此由头拖延离婚时间, 只是不晓得, 你的肚子等不等得起。 虽说现在法律允许单亲上户口, 可孩子出生没有父亲, 表姐你又能忍受多少闲言岁月。 我是无所谓, 再不计, 我还有一半财产可拿。 还有你左向南, 不要把谁都当作软柿子, 把我惹毛了, 小心丢饭碗。 我潇洒离去, 转身登上城市热门话题。 井浩骗婚女究竟有多嚣张, 沈静以亲戚的身份, 实名举报我骗婚。 她提到我婚前目的不纯, 和左向南结婚完全是奔着离婚分财产。 还把我妈婚姻不幸福的事情公之于众, 说我从小受到不正确三观的影响, 对男人抱有恶意。 一旦激起千层浪, 有的男保直接破防, 对我的讨伐不绝于耳。 随后是当事人左向南表态, 他评价, 没想到周默默是这种人, 难怪结婚三年, 从不提升孩子的事。 我说他怎么敢提离婚, 原来是铺好了后路。 只要他是受害者, 不是制造问题的那方, 前途依旧光明坦荡。 我妈看见热搜, 气得破口大骂, 颇有当年手撕我爸的气势。 曹雪芹都没他会编, 这么会说故事, 怎么不去写一千零一页? 明明是他们对不起你在先, 礼仪廉耻没学会, 倒打一耙倒是精通得很。 评论区的男人也真是下头, 生怕别人不晓得他们也是人渣。 他骂累了, 喝口水接着骂, 我就在旁边笑着给他添水。 大难临头, 你还笑得出来, 心肝脾肺肾是不是捐了? 妈, 我觉得你这样挺好的。 不被任何人CPU勇敢地表达内心, 我希望他能一直这般。 他称怪地看我一眼, 忽而叹气。 早知如此, 我不该听你大姨窜多, 催你结婚。 没事。 我还住他的胳膊, 把头靠在他销售的肩膀。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 尽管方是欠妥, 但心意我感受到了。 也不必过于忧思, 舆论永远不会成为主流。 我把左向南和沈静告上了法庭, 前者是婚内出轨, 后者是造谣传谣。 律师韩直接寄到了左向南的公司, 在众多同事和领导的瞩目下, 他不得不硬着头皮接受传唤。 法官, 我冤枉, 分明是周末末骗婚, 贪图我的财产, 怎么现在成了我婚内出轨? 典型的不见棺材不掉泪。 左向南还想再叨叨几句, 被法官一嗓子叫停。 被告请安静, 是非我自会判断。 原告, 你说他出轨, 证据呢? 我的辩护人在业界内算是标杆一般的存在, 以效率高, 条理清晰著称, 从业至今甚少有过败诉。 他将整合好的视频, 图片上交, 供法官查阅。 结果显而易见, 我方证据充足, 但左向南仅有一张喊冤的嘴。 真不是我的错, 都怪沈静, 是他先勾引我的。 姗姗来迟的沈静前脚刚踏进门, 就听到了左向南甩锅这段话, 当时心凉了半截。 是你先说喜欢我的, 怎么现在变成了我勾引你? 我有家事, 要不是你主动献媚, 我怎么会跟你这种败金女勾搭在一块? 沈静难以置信地瞪大双眼, 捧着肚子的手不自觉颤抖。 是你说周末末无趣, 比不上我, 只要我答应跟你在一起, 东西随便我买, 钱随便我花, 你怎么能把错事全推到我一个人头上? 法官, 我说的句句属实, 我可以提供聊天截图和录音。 或, 真是刺激, 看来沈静也不良善, 连通话录音这种东西都有。 这下轮道左向南傻眼, 他呆愣几秒, 发疯似地冲向沈静。 臭娘吗? 闭嘴。 他抡圆了巴掌, 呼在沈静脸颊上, 将人扇倒在地, 沈静白嫩的皮肤瞬间浮上红痕。 竟敢因老子, 去死吧。 前途被毁, 左向南的怒气正需要一个发泄的缺口。 他脱掉正经人的伪装, 骑在沈静身上, 又是乱拳招呼, 又是死命掐住他的脖子。 不堪入耳的脏话, 从他嘴里频频涌出。 丝静未曾料到这一出, 在制服左向南之前, 沈静已经挨了好几拳, 人险些窒息。 索性生命无大碍, 但孩子没能保住。 而且孩子的月份大了, 暴力流产伤, 急到子宫, 为保大人相安无事, 只能进行子宫摘除。 沈静这辈子都不会再怀孕。 听我妈说她日日痛骂左向南, 骂完之后就窝在被子里哭, 哭一会儿又开始狂笑, 嘴里念叨着都是报应。 总之,精神不大正常。 左向南在法庭实施暴力行为, 导致孕妇流产, 情节相当严重。 加上婚内出轨, 协助造谣等数项罪名, 往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要待在铁门铁窗里, 和冰冷的镣铐作伴。 作为受害者, 辩护人为我争取到了最大利益, 不仅得到了左向南的全部家产, 还有大一家支付的精神损失费。 哪怕我后半辈子不工作, 也能逍遥快活地挥霍到老。 不过, 最值得我高兴的一件事, 是关于我妈的。 她终于不再为失败的婚姻而自责。 我没错, 错的是三心二意的男人, 和朱油蒙心的小三。 是啊, 我们无法约束别人的行为, 但可以设法保护好自己。 婚姻必须忠诚, 女性亦可以不做婚姻的牺牲品。 独自美丽。